如何拥抱百万人的口碑,触发品牌爆点。 当您开始自创品牌时,您是不是常看到别人的品牌做得很成功,既羡慕又嫉妒,真是眼红啊。 而自己的品牌却没人知道,也没业绩,甚至找了口碑行销公司,来做口碑炒作,还是没成效,最后烧了不少冤枉权。 如果您没事先做好口碑行销策略规划的话,那么风险一定很高,更不用说,想找KOL网红来帮您的品牌和产品做口碑推广。 一般外界的口碑行销公司都是丢垂直球,换句话说,就是跳过了市场调查,直接针对特定的口碑渠道做分析,接着开始执行口碑炒作,然后数字KPI达标结案,但事实上,效果有限,甚至无感。 口碑行销策略常见的问题 1.KOL网红宣传 只看粉丝、年龄、性别、来源、触及力、参与互动,却没追踪观察该网红近况。 2.口碑文章炒作 除了分析竞争对手之外,却忽略了追踪、观察、目标受众情感分析,正在进行事。 3.影音口碑推广 影音视频创造力不足,相似的影片太多,与他人的影片冲突,吸引力不够。 4.主题留言炒作 因为没预测好网友们行为,引来了酸民,产生了负面信息,影响了品牌信誉。 5.评论口碑炒作 内容丰富度不够,重复字太多,多则评论相似度高,没有人点击浏览。 6.口碑没延展性 口碑推广经验不足,缺乏未来预知能力,行销黄金时间没拿捏好。 7.新闻口碑炒作 自我市场意识不足,抓不住人们的胃口,关键字排名不佳。 那么该如何有效地执行口碑行销策略? 在执行口碑行销之前,您必须先做好以下几点功课,并确保您的口碑行销回报率。 1.目标受众定位 通过Google Ad投放一个广告,透过广告数据,可查看性别,年龄,兴趣,地区,关键字,大家都搜寻什么,偏向什么主题,目前大家关注的议题,这是针对大众市场来看。 如果是社群媒体的话,一样投放一个广告来测试,同样的可查看性别,年龄,兴趣,地区,关键字,大家目前都关注什么样的主题贴文,照片,媒体。 2.口碑推广平台 当今互联网的环境已不像从前,只要文章炒作和KOL网红推广,就能使品牌知名度提升,获得好的名声,转换业绩成长。 2.如果您不了解受众倾向,他们的情感、行为、动机,那么您的口碑行销执行起来会很吃力。 所以要让口碑推广能顺利进行,并且达到口碑指标,您必须先做单一推广平台分析,再来做整体分析,接着做AB测试,以确保您的口碑推广能建立品牌形象和提升知名度,同时增加您的品牌收入。 简单的说,假设您想在Facebook社群上,引起大家关注您的品牌和产品,那么您必须先做FB社群环境分析,竞争对手,再来看自己的粉砖数据分析,最后比对您所投放的广告成效数据。 当您各方面数据都统计好了之后,接着为您的口碑推广完投放广告,AB测试,这么一来除了得到风险管控之外,您口碑的成效也透明化。 3.主题方向定位 当您了解前两者目标受众和口碑推广之后,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规划口碑策略,先列好清单,口碑行销目标是,有哪些竞争对手,大家正在关注的议题,什么是引起大家注意,有没有人重复做过,有没有品牌成功的例子。 以上如果您都做好功课后,接着就是从中找出您的口碑行销渠道,记得主题全选易懂,越简单,越有趣,越好。 4.选择合适的网红 虽然市场上已有许多平台都有提供KOL网红数据分析可查看,但能帮助您的口碑行销发展有限,所有数据都是否定的,因为您必须得亲自确定, 比方网红的粉丝是不是您的目标受众,网红近三个月所有贴文和活动参与度是否持续渐进,网红过去有没有负面新闻,负面信息等。 当您选好KOL后,接着就是测试,验证该网红是否对您的口碑推广目标有效,您可先请网红释发一篇文,看看网红的粉丝是否有互动,确保您投资回报率高。 5. 口碑黄金时间 时间是口碑成功的关键因素,您必须确保口碑推广的时间与他人不冲突,同时确认目标受众的时间,以及口碑推广周期。 6. 增强数位广告 当您都确认好了,目标受众,口碑推广,主题方向,网红人选,执行时间,接着我们利用数位广告,来加强您的品牌形象,并扩大品牌知名度,以达到最佳转换率。 7. 监控追踪数据 即时数据能让您的品牌突飞猛进,也能让您的品牌一败涂地,就好比左右邻居口耳相传一样,既有好的声音,也有不好的声音,即时数据能看出大家对您的品牌认知,信任,互动,并从中获得改善,以确保您的口碑行销回报率。 8. 工作记录探讨 如果您在执行口碑行销的过程中,没有记录工作日志,那么您未来再做口碑行销会很辛苦,等于您得从零开始做,您将跟不上时代,脱离市场趋势。 结论,现在的您,应该对口碑行销策略有基础上的认知了,接下来您应该不断地反复操作,从中取瘦口碑精华。 请记住,所有数据不能决定于您的口碑成效,您必须全身体验口碑操作的过程,从中检讨、调整、改善,这样您的投资报酬率才有机会达到50%以上。 如果您还是不懂口碑行销策略,建议您咨询我们专业的口碑策划师,我们不但可为您省下一大笔人士成本,同时增加工作效率,并为您预测口碑成效,确保投资报酬率良好。 že,灵計您不可能有眼睛去 Sayaик不是你的眼睛去那肠的口碑不会发现 我会因为心裡是雾